这个电风扇左边下面这个角塑料键断掉了 但是呢又买不到配件 所以只能想其他办法 下面就是把用计算机软件三维建模的一个过程 简略的说一下 然后3D打印的整个过程也是在这里展示一下 这里先介绍一下用FreeCD建模的整个过程 我这边先打开建模的文件 然后简单说一下整个过程 那么FreeCD是一个开源的三维建模软件 功能也很强大 这边这个塑料键的建模用这个FreeCD也是非常合适 简单的建模学习曲线的话也不是很高 当然复杂的功能我还没看过 那么这个塑料键的话 用FreeCD建模功能就能实现 先调出这个模型 这个大概的模型就是这样一个 我这里把这个模型设为透明 这样可以看到整个里面的结构 包括外面的螺丝孔里面的线位块这种结构 我先把它隐藏掉 我把这个坐标之后隐藏掉 画这个塑料键的话先是画 先画了这个草图 然后这个草图进行一个 叫凸台的操作 那么变成了这么一个模型 然后这块就是这个塑料键的最下面的一部分 这一块画好之后 把第二个草图 这个草图是这个绿色的部分 画好之后它会 我再做一个凸台的操作 就可以往上 往上伸展出这么一个东西 它两个组合起来 就这个塑料键的大体的整个结构有了 之后呢 是做里面的线位块 把线位那个 这个怎么说呢 线位 线位孔吧 画好之后 让它向下 进行一个凸台的操作 这里出来之后 你看这里 这里就往下走了 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下面这个孔 比上面这个孔要小 那么 当这个风扇的脚插到这个孔里面之后 在这个地方 这个白色的面上 可以线位限住 再接下来 是 因为风扇的那个金属脚上 有一个 还有一个 有一个凹坑 然后这里还要做一个线位块 那么画了这么一个T型 T型的一个草图 然后 再 做出台操作 那么它就 这里就 变成 涂出来了 整个下面这个 变小的一个 椭圆形的孔 加上这一块 变成整个一个线位的 线位的东西 这个画好之后 再画了一个草图 这个草图是 这个塑料键边上的两个支撑键 那么画的是 画的是一个有点像 这里一个圆弧 这里一个三角 对这两个 对这两个草图进行一个图台操作 那么它就 两个支撑键就出来了 再接下来 是 我画的是那个螺丝孔 因为要固定到那个风扇的 金属键上面 这里有三个螺丝孔 那么画了一个草图三个圆 对它进行一个 它应该叫 凹坑 进行一个凹坑的操作 这里看到可以看到三个 圆孔出来了 三个螺丝孔应该 到时候这里是转螺丝的 螺丝孔转好之后呢 我现在要 等下 螺丝孔 螺丝孔好了之后呢 我现在要 等到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 塑料键 现在 这个模型现在 这边 这边是多 这里有多余的部分 然后这里也有多余的部分 那么我 先画了这么一个草图 这个草图是 这个草图是 可以看到 这个黄色的部分 我移上去 这里可以看到黄色的 相当于是 这个内 内里面的椭圆 然后做一个 这个凹槽的操作 那么它直接 相当于是一个 从 从上往下切 那么 那么这里就 切到底了 然后这里 还有多余的 这里还有多余的 多余的之后 是 我是 这边画了一个草图 这个绿色的 相当于是这一块 这个草图 然后做一个 凹坑的操作 那么 这样整个切过去 那么这里就 就通了 这样就组成了一个 到这里 就比较相对完整的一个 细节也都有的一个塑料件 接下来是 接下来是 做了一个 圆角的操作 这个圆角是 做的是 这里 这里的这个 这个圆角 再接下来是 再接下来是 这个 下面这个 大的圆角 做好之后呢 做好之后呢 是 上面的 上面的 我这里画了一个 另外一个草图 要 这里切下去 做一个 凹坑的操作 那么 这个做完之后呢 上面的弧度就出来了 剩下的 剩下的三个 都是圆角的操作 这个圆 这个圆角的操作 是 是 是 对这条边 然后这个圆角的操作 是对 是对上面这个边 最后剩下的操作 是对 这个支撑键的四条边 好这样 这样整个整个那个 塑料件就画完了 画完了之后 就可以选中 FreeCD的最下面的最后面的一步 然后 点文件的导出 导出 选择3D打印机 那个切片软件 可以接受的格式叫 在这里 STL 那我这里因为已经导过了 可以直接看导出的文件 这个就是我导出的这个文件 这个就是我导出的这个文件 我直接在那个Mac系统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那么导出来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塑料件的模型 这个文件比如说 你让别人打的话 直接把这个文件发给 提供3D打印服务的人 他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么我正好 同时有3D打印机 所以我把这个文件发给同事 他就可以把我打出来了 这里还要说一下那个 FreeCD里面建模的时候 用到的一些参数是怎么来的 好比 所以我打开这个草图 这个草图可以看到这里有 有数据 这个高度啊 这个圆弧的直径啊 这里的宽度啊 这些数据是哪里来的呢 那还有可以看一下第二个草图 前面的隐藏点 像这个草图的这些 这些数据啊 这些高度宽度 这个就是原来 我用卡尺 对那个已经坏掉的塑料 元件 进行那个测量之后 得到的数据 那么当时测量好之后 画了一个草图 这些数据标在这里 标在这里 标在这里之后 我是在FreeCD当中建模的时候 就参考这个草图 现在开动的画面 是我同事用DJI Action 2 运动相机 缩时记录的整个打印 这个数据件的一个过程 它大概花了4个小时 打印这么一个零件 虽然时间比较长 但是由于买不到配件 所以3D打印不是为一个好的自制零件的一个办法 好了 我现在把它装上去 装的话也比较简单 现在把这个上面的插进去 支撑也很好 所以基本上插进去 换也不太会换 然后螺丝孔也对了 对 然后再这样 装上去 然后钻上螺丝 好的 这样就装好了